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由于思想的历史和想象力共同寻找表达为客观感情吗 W21思想对过去的影响强度是否决定了对未来的感受强度影响 W22细胞只是相互思考和感受吗 W23接受或不接受评价的每个人对彼此的看法是否有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 W24未来的机器人会与自己分享他们的知识 因为他们互相关心表现出统治地位还是默认 W25机器人是按照他们的想法还是按照他们未来的看法来画东西 W26未来的人们是想的更少而行动更多还是想的更多而行动更少 W27人类对过去和未来自然循环的行为是否每一一百一千或2000年重复一次 W28你的思想是吃感觉还是你的感觉吃人体内的思想 W29机器人是否会感到羞耻 比如他们穿着衣服或者他们在未来只是赤身裸体地走在彼此身边 W30未来机器人是否有想象中的心脏作为错误 W31生物 鱼类 昆虫 爬行动物 鸟类 动物和人类物种在未来会进一步进化吗 W32我们的生活世界和故事对大自然来说是意义还是数字 W31生物 鱼类 动物和人类物 W31生物 鱼类 动物和人类物 W31生物 鱼类 动物和人类物 W31生物 跳下入轮OR W31生物 换 doctrine W31生物 换 W31生物 感谢观看